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柯总召今天特别选择坦然面对自请调查 那国会来调查也属于立法权里面国会自立的宪政整个运作 我们肯定这样的做法 也期待国会的调查赶快进行 如果没有赶快还王院长柯总召的清白 如果有我们民进党也绝不负短 调查的部分是不是连王金平院长的部分也应该一并调查 之所以说国会调查是正当事 因为这个要相关当事人 包括王院长包括黄世民总召 包括曾永福部长等 也都只有国会调查才能够有传唤的正当性 也才有这个权利 所以国会调查 我们因为这属于国会自律的作为 我们都尊重 主席就现在有人讲说 因为自律委员会可能是蓝营主导 那这一早期也下得很好 就算有罪的话就说那边都是蓝营的 如果无罪的话蓝营的都说我们无罪 不管怎么有罪无罪对律义来说都是好的 您看吧 我看柯总召这是尊重宪政体制 那因为本来国会自律就是立法权的宪政的一种相关的规定 那这不是太多的算计 大普的专要坊老板本身今天大体被找到的 他可是一式自杀 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 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惊讶也很难过 我们向家属自身身的 哀自哀也请节哀保重 主席不让江仪化上台 那立法院一时就空转 那会不会担心人民对民进党造成反感 没有江仪化上台报告 立法院还是照样可以运转 那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是江院长 因为作为一个受监督的行政院长 不应该对国会来说三道事 甚至于直接还指明到国会议长 这是非常大的冒犯 那事情是江院长惹起来 江院长却不给个道歉 未免也太不尊重国会 看他昨天那种态度也非常不大 所以今天是因江院长 江院长不道歉 国会照样可以运作 但国会的相关冲击 其实是因江院长而起 所以事情的责任也在江院长 谢谢 影片及前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